整天都沒有鞋子穿的情況 像會發生什麼事 腳超透 感覺好像被插了幾百根針 我現在腳快不是自己的了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 決定二十穿個鞋子到非洲 前陣子有看到 非洲的一些新聞 據世界衛生組織呢 有說每年大概有七十萬以上的 兒童屎 一些可能疾病啊 寄生蟲啊 是因為他們沒有鞋子穿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體驗體驗那個非洲的小孩 整天都沒有鞋子穿的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 這整天都沒有穿鞋子 然後到那邊走 會不會更珍惜我們這邊的資源 可能我們今天會走很久很久很久 我們要不要踩 我們大家要打招呼 不會往下看 大家會不會看 對 老闆 好不好我們看地方要不要大便 欸這有一個瓦片 我不要踩到什麼 你很痛 欸 不要走這一段啊 這段 這一段你就是女學生耶 我們這個目標是要走到桃園 欸這有賣鞋子耶 現在看到這個好想賣喔 對啊 我想要一杯熱美式 走吧 我今天就開始習慣不穿鞋的自己了 這就是在工廠 走啊 進去啊 我們腳背還會撐你 到 要走去哪 走 走 好 好 現在今天往山區走 我們大概走一段山路 我們要從新莊走到桃園 欸真的有點痛了 你看他的腳趾 超噁心的 很熟喔 尖叫指甲 我覺得走不到好遠 這滿痛的 越走越痛 你幹嘛走那個紅線啊 對啊我們從新莊走到樹林了 看一下看一下 好走吧 我們影片今天就差不多到桃園 走還沒到桃園走 這好多水喔 快了啦再三個小時吧 目前這一段我覺得 應該有個七分 對這段是我覺得最成功的 這段不錯 對 這段孤入的給過 接下來就我們的山路了 接下來就我們的山路了 欸好刺 很刺 有點不妙 在玻璃喔 玻璃 玻璃 這是山路欸 給大家看一下山路 紅燈準備跑步喔 我們要加快速度了 超快速度了 哈哈哈哈哈哈 體驗在非洲的感覺 趕快速度 我看到山豬了 我看到山豬了 白州有豬 還是把那個給我們 鞋腿好了我們拿 我們拿 好 剛才一顆這樣子的石頭 往我的後腳跟插下去 這樣就好痛喔 八千七百步 快六公里了 走吧 我白色的好了 難怪以前那種土著或幹嘛 打獵刀這樣子 然後接近獵物 腳好痛 怎麼這麼冰 好痛 通到冰水的腳好痛喔 剛才我們也走蠻久的耶 從新莊走到桃圾 我們已經走了一萬多步了 快十公里了 八千三千 過程中很容易踩到那種碎石頭 我是一個不怕痛的人 但是有些石頭 它在某些特定的部位 好像被電到的感覺 然後再走久之後 我的大拇指一直抽筋 然後走了走了 我們剛剛想說 不然你休息一下 我們要各自看腳底板的時候 它就流血了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剛才 一直經過那個水 所以沖掉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就走到 因為我們也走到桃園 我覺得非常respect 非洲的小孩 他們真的沒有錢買水 對啦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就是 捐二十雙鞋子到非洲 我們大家就聯絡一下 然後我們去買鞋子 好 先這樣 好 OK 很忙了 那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就知道 一開始原本是設定 我們想要捐到 非洲去 我們就捐到小孩 但是現在我們 網上查不到 而且好像現在那種 就是要捐到 非洲的那個 全部也都罰 我們可能這次 就沒有辦法把鞋子 捐到非洲去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罰鞋子 給需要的人 因為像喜歡有些 偏遠的地區 需要一身鞋子 所以我們也是 找到了一個機構 然後我們不辦法 就先捐到 我們就拿分錢 好 我們就拿分錢 好 然後後續的話 如果我們發送的話 我們再把照片還給 因為我們都是 幫助偏向不弱的孩子 他們的就是 家庭狀況都是比較弱勢的 謝謝謝謝 感謝感謝 因為我們是每一年都會 就是霧鞋子 我們真的是霧鞋子 我大概看一下 OK 我們每一年大概會 慕四百雙的新鞋 喔 鞋子真的很重要 因為他們的腳 就是長得比較快 所以他們都必須要 一年就是好看 有新的鞋子 非常感謝你們 謝謝謝謝 謝謝 好 鞋子